那么如果说是有很多媒体没有参加 这个问题就更要问一问了 为什么那么多媒体不参与 要是有这么多人不参加的话 是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 非常值得注意 为什么他们不参加的理由 非常值得注意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更要做民调 之前澳门新闻局不顾新闻业者反对 花380万元做商议式民调 为修改出版法铺路 这次民调针对媒体的抽样方式 被揭并不科学 而且问卷设计内容极具引导性 引发新闻界强烈质疑 同时发起杯葛行动 无独不成巧 香港进会大学传递学院院长赵新树 与民调渊源甚深 今年初他在香港被揭发在民调中造假 制造香港特首参选人唐英年 民调支持度领先的假象 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赵新树死不认错 但在舆论一片声讨底下 最终还是被迫辞职 黯然离去 就是这么巧 赵新树在位期间 主理澳门出版法商议 是民调的议言公司负责人张荣显 同时也担任 近大传议研究所的顾问 二位是澳门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